赵露丝出众的稳定性与吴磊的精彩表现相得一张 两位表演者都获得了粉丝的认可 璀璨之星连续九个村庄获得每日冠军奖章 其人物讨论度高 剧情代入度高 这两个原因解释了该节目的高人气 星光灿烂之所以这么火 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热门古装剧 此外 目前没有其他热门古装剧 没有其他剧集与之竞争 如果角色有独特的个性 不管他们能不能看剧 人们都会喜欢他们 小编认为本次光明银河的播出 情节优美 人物鲜明 呈现引人入胜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一流材料 此外 观看时房间内没有潮湿表明广播质量很高 赵露丝这个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漂亮 聪明 有才华 他的人气随着剧集的火爆而上升 也增加了剧中演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尤其受益 于此的演员是承扫上 被女主要求扮成花花公子 近日 赵露丝在拍摄测试世界时被称为段公主 许多观众抱怨他的表演过于戏剧化 然而 尽管受到批评 但改进后的演技仍然给观众带来了激动人心的体验 实力翻倍 非常的刺激 剧中男主吴雷演技精彩 在圈外 他描绘了一种荷尔蒙爆炸的氛围 同时保持了出色的角色控制和不带笑容的严肃表情 只有女主才能放下戒心 感到绝望和一心一意 当他们之间的联系没有明确定义时 参与他们之间情感线的其他各方在早期阶段更加痛苦 《灵不多》这个角色有很多隐藏的方面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必须表现出广泛的表演能力 这些包括表现勇敢 隐忍 追求爱情 报复 放手和改变身份 任何能够完美地描绘所有这些方面的人都被认为是伟大的演员 吴磊对这个角色的契合度是显而易见的 他的形象是多维的 帅气的 他的身材管理很严格 穿着非常适合一般造型的盔甲衫 此外 他在《长歌行》中的风格与原作有很大不同 吴磊演过几部动作片和电视剧 他在这些场景中的表现据说很平静 让他看起来非常熟练 他的演技非常适合那些总是谈论战斗的人 因为据说他擅长制定战斗策略 比起吴磊之前的歌曲《长歌行》 迪丽热巴的抑郁风情让人难以抗拒 这让感情线感觉有些不成熟和陌生 迪丽热巴和迪敏的组合 比星海中迪敏和赵露丝的感情还要强烈的姐弟恋感 小鸟依人鬼魅般的模样既可爱又甜美 再加上帅气奔放的吴磊高高在上成熟又年轻 是一对非常好看的夫妻 这对夫妇的身高差被认为是可爱的 他们总是被描绘成霸道和顺从 正因为如此两人的化学感才完整 赵露丝和吴磊的搭档表现出色非常稳定 他们提供了一个惊喜 赵露丝戏剧化的体格让他深受演员们的喜爱 他的戏剧总是让他有机会利用互惠互利的关系 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话剧测试世界中有赵露丝 洋洋打造的白风黑袭场景 这一幕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 许多观众喜欢看剧的原因之一是他的服装价值很高 这两位演员的演技和颜值都非常出色 他们配合默契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这部剧他们的人气再次上升 此外他们的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赵露丝凭借这部剧传闻中的陈谦谦达到了演艺事业的里程碑 完成这部戏后他稳住了中国第一女星的宝座 这部剧不仅剧情甜美人物性格也非常鲜明 这部戏剧是当时最令人上瘾的 一个角色喜欢制造麻烦而另一个角色喜欢破坏 赵露丝作为演员的巨大成功要归功于男主丁雨昕 两位演员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表演 观众喜欢丁雨昕个性鲜明的结合 他外表冷内心热 通过出演这部剧丁雨昕为自己赢得了忠实的粉丝群 这部剧拍完后他收到了很多电影的邀约和代言 其他演员随后因为各种综艺节目而开始走红 每个人似乎都喜欢他 赵露丝与其他艺人的合作非常成功 他们在剧集结束后取得了共同的成功 双方人气和事业都顺利提升 这也适用于歌曲《三千压杀》中的林雨昕和郑夜诚 吴磊是关小彤和杨子的彤星 看来他的发展一直很出色 他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不断努力 但我觉得缺乏足够流行到离开圈子的作品 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电影 如《影子》和《我的父亲和我》 以及电视剧如《下画线》《下画线》《下画线》 这个以情节为中心的IP的原始版本在粉丝和追随者中很受欢迎 第一次中 吴磊第一次穿古装扮男主 林雨是最近出名的明星女郎 然而 电影《妈妈》的50美分特效并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 再加上吴磊在《硝烟》这个角色上的演技一般 最后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兴趣 虽然吴磊在《沙海》中的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却被其他剧组给盖过了 秦浩、杨蓉、张萌、张明庚的戏份比吴亦凡多很多 看起来更受粉丝欢迎 最后男主是高磊 上面提到的《长歌行》也有很长的戏剧剧本 这是一部针对古代女性的励志剧 以女主角迪丽热巴为主角 剧情的色彩全是不足 她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但不是很好 凭借其明星演员吴磊的张力爆发力和演技而走红 她也爱上了剧本中的女主角 不考虑吴磊在圈子里的角色和赋予她的塑造能力 就无法评价吴磊的演技 此外赵露丝又名《红楼老公》的加持也让人难以估量 最后下话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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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吴磊在《璀璨星河》中的表现一直备受关注 但可能要等到玉古瑶陈湘等超级爆款新剧上映后才能持续 我很想看看吴磊和赵露丝在《黑话后的爱情》是如何发展的 希望这不会结束这部剧的热播 吴磊塑造了另一个心爱的角色后 人气越来越高 不管怎样她总是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在她的不断努力下她的前途一片光明 你喜欢吴磊在星光灿烂的表演吗? 你同意赵露丝对CP的评论吗? 暗恋兰花自由男星一夜情 白露第一个九字话语吐出关键真相 最近娱乐圈最热的搜索词是《因剧而爱》 很多男女演员都有过恋情 从张立辉和白露开始 之后他们创作了两部电影 平原上的火焰和燃烧的冬天 此外近期也有不少演员与爱情结缘 比如周冬雨、刘浩然 他们绽放的爱情只能说是中国艺人中的桃花 许多浪漫的联系被一一揭开 虽然张立和与白露的恋情结束 但双方均未公开回应此事 白露因为据老板余政 一直在公共领域与网友互动 是一朵小花吗? 有网友问 白露分手后什么时候看到的 新一季综艺节目奔跑巴开播的第一天 白露就被网友直指用自己的方法辟谣传言 然而第二天 网友们注意到她在录制并没有任何反驳 任何恋爱传闻的迹象 网民批评了白露九字标志背后的理论 他们说工作室应该只是将她用作装饰元素 还有人指出白露的做法很巧妙 尽管在制作的剧集太多 但演员们不得不陆续成为断水大师 以保持每部剧播出后的最佳效果 以她的影响力只能说世系太多了 这导致恋情被揭开 演员们纷纷成为断水高手 以保持每部剧播出后的最佳效果